好,我們來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呢,用s一樣用sample sample,然後呢,我取一樣 譬如說就是指骰子,所以是一到六點 好,一到六點,然後呢 指骰子指幾次呢? 我指一萬次 ok,然後呢,reflex是true 就是會放回 這時候呢,我s就取完了 我另外再取個y 我另外再取個z 好,做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我如果對s做instagram 會怎麼樣? 你會看到,這樣好像怪怪,對不對? 因為這個沒有完整的方位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設black 所以 等於 0.5 然後總共取 6個 ok 等一下,0.5 取6個 喔,對,不是6個 要取7個 取0.5,1.5,2.5,一直到 6.5才可以 所以要7個 好,那這樣子就比較漂亮 ok 好,所以呢,我現在取 取的是 histogram的s 大概是這樣子 注意喔,它的形狀是不是很平均 還算滿平均的,對不對 一萬次嘛 那y呢,應該也是很類似的度 對 y,應該也是很類似的度 ok,就是它的形狀有點不太一樣 z呢,應該也是很類似的度 z,ok 這三個 都長得有點不一樣 但是,其實都很平均 看得出來嗎?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 開始 中央極限定理 就找出來 什麼叫中央極限定理 來,看一下 如果我對 s加y 取histogram 這時候 blakes應該是多少 s加y6點 最多12點,對不對 所以變成 1到12點 不對 2到12點 所以blakes應該是取 1.5 然後一直到多少 總共取13個 所以到12.5 結束 你們看到 後面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兩個加起來 它的分配不再是平均的 對不對 合理嗎? 各位覺得合理嗎? 合理啊 合理嘛,對不對 因為 你紙骰子 你就知道 那個2點很難出現 對不對 還有那個 12點也很難出現 那中間的 5.6點 7.8點 那些比較容易出現 對不對 這個可以用排列組合來算 對 排列組合 你可以用來算這個東西 那 中間 5.6.7.8就是中間 譬如說12點的話 那 總和大概6.7點的地方會出現最多的詞 6.7點的地方會出現最多的詞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任何的分布 只要你開始兩個相加 三個相加 越多的相加之後 它就會越趨近於常態分布 這個是我們浙學期最重要的一個定理 稱為中央期限定 如果我把Z也加進來 你可以看看它會變怎麼樣 S加Y加Z 這時候呢 X要取到多少 從2.5開始 因為最最小是3嘛 然後呢 我要取19 因為18 再加一個 因為兩邊嘛 直數問題 你兩邊都要有 兩個邊界都要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越接近常態分布 OK 這就是 所謂的中央期限定 那你許四個試試看 有發現 又接近常態分布 OK 這是中央期限定的一 所以我們用這樣簡單的操作 就可以證明中央期限定 只是我們是用電腦在證明 而不是用數學在證明 這裡有點差異 所以各位試試看 中央期限定 用這樣的方式 你來操作 感受一下中央期限定的意義 好不好 那我一樣 我一樣 把這個東西 貼到色盤上去 那各位 不要把整個畫面貼到色盤 只有我做這樣 做這件事 你都要放你的 自己的Facebook或網址 你都要放你的 自己的Facebook或網址 那這個 那這個 好 這個是Homework2 那我也把這個操作 也貼到 上面去 好 那我們就把它上傳 上傳 然後呢 我還是用我自己的 帳號傳 跟各位一樣 用我自己的帳號傳 這張相相片 然後呢 直接把 R操作給 貼上去 按留言 好 好 那你就要站到中央期限定 那 這一個 東西 我就把它的網址 好 它的網址 給進去 就是它的網址 把它貼到這裡 然後 我們寫一個題目 題目 題題3 請各位也要 照著操作一遍 去感受中央這些病 好 雖然我們還沒教到他 但是 各位 從這邊 先有點感覺 之後 教就很簡單 好 那 CD3 在這裡 對 好 那我現在建立 你的文件 我用留言的方式 把安方的網址 對 連上來 那請各位也 操作一遍 您也把你的網址貼上來 好 然後 享受一下 重量侵限 啾